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为高大 辉煌 皇帝登基 大婚 册封 命将 出征等都在此举行盛大的仪式 乾隆皇帝是亲王朝的第六位皇帝 在位六十年 据统计 乾隆皇帝每年在紫禁城内的时间大概有一百一十多天 还有四个多月的时间在皇家园林园银园度过 其余时间他或北上避暑或乘船下江南 历史记载乾隆追目祖父康熙的遗风 仿效康熙六四南巡的盛举 在1751年至1784年间六下江南 足迹遍及江南的名山大川 乾隆南巡每次都要带画师随行 将他喜爱的江南景色描绘成土 在圆明园或承德避暑山庄仿见 万户朝天埔描绘了乾隆南巡史苏州近两千官民迎接盛价的热烈场面 三十里内彩灯高挂 惊奇招展 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河道里安放龙舟登坊 沿途的店铺门楼前摆设香案 地方文武百官身穿官服列队迎接 大街小巷人山人海 男女老幼首举高厢沿路贵营 万户朝天中的万户 名指位于苏州的天平山的自然景观 暗喻迎接圣驾时百姓首领高举的南乡 而贵营朝拜皇帝就是朝天 因为皇帝就是天子 万户朝天就是预示万民迎接朝拜皇帝乾隆的盛况 聊聊四个字把万人空向迎接圣驾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让人又不解的是 画面上并没有出现天子乾隆皇帝的形象 也没有表现浩浩荡荡的随行队伍 只用一顶黄罗伞来代表皇上和他的随行人马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乾隆各性张扬 凡事皆浩大喜功 南巡也讲求声势排场 每次在南巡的前一年 各地官员就开始进行周密的准备 组织百姓进行接驾仪式的演练 万户朝天图描绘的可能就是苏州民众 为迎接圣驾进行演练的实况 如果说万户朝天图描绘的是苏州民众 会迎接圣驾进行演练的实况 那巨幅画卷乾隆南巡图 就是皇帝真正南巡的情景再现 乾隆南巡图的作者是清朝宫廷画家徐扬 徐扬是苏州人 自云庭 善画山水人物 特别擅长构思和创作长古写实举作 他是乾隆1751年首次南巡至苏州时 发掘出来的绘画人才 据文献记载 乾隆29年 也就是公元1764年 徐扬奉乾隆之命 开始绘制乾隆南巡图 由于卷制浩凡 一直到乾隆34年 十二件长卷方告完成 整套长卷构图宏伟缜密 真实而艺术的记录了乾隆盛世的军政大事和社会生活场景 不仅是清代公廷画立作 而且是清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图像史亮 那么乾隆皇帝继位以后呢 跟他祖父 完全一模一样 也是要去六次南巡 他不光是学他祖父 而且超过他几次 他画了两组 每组都十二卷 这个乾隆南巡图 一套是画在卷上的 丝织品上的 一套画在纸上的 画在卷上那套呢 现在我知呢 已经不全了 公共有个别收藏 海外还有一些个别收藏 画在纸上的 现在有完整的一套呢 是放在那个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也是1959年的时候 就中国历史博物馆 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建立的时候 公共博物馆给他拨过去的 那么 散意不全的十二卷卷本 乾隆南巡图 如今都收藏在哪里呢 除了北京故宫收藏有五卷之外 目前可知的是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 法国尼斯市魁黑博物馆 还收藏有乾隆南巡图中的几卷 其余几件下落不明了 如今散失在世界的各国角落 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乾隆每次南巡时间基本都在正月到四五月 正是江南最好的时节 让人不禁想到 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说 六度南巡指 他年梦寐游 这是乾隆第六四南巡写下的诗句 说明他连做梦都在回味下江南时的情景 充满了对江南生活的无限眷恋 然而与其祖父康熙南巡不同的是 乾隆南巡的花费高排场大 据统计 康熙六四南巡 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斤 而乾隆六四南巡 各项花费总数竟然高达两千多万两百银 据青史稿《无寻光传》记载 乾隆晚年 临终时对自己的南巡 曾有这样的评价 六四南巡 劳民伤财 做无意 害有意 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 南巡于国于民所带来的害处 劝戒后来的君王 不要再组织大规模的南巡活动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乾隆以后的清代皇帝 再也没有南巡 年编载的四苦全书 除了文字典籍 也应运而生了许多宫廷珍宝 那么四苦全书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珍宝和传奇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